第307章吞噬 八珠毛 上 唐三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那里 正用焦急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小五 他的眼神愣了一下 眼中的血光这才逐渐退去 大脑也逐渐恢复了清醒 其实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刚才自己做了些什么 用八珠毛插入人面磨住身体 完全是在他大脑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下意识所为 此时 眼看着小五还活着 唐三的心也随之活了过来 这才注意到自己此时的情况 身下的人面磨珠依旧在不断地颤抖住 一股股强悍的能量正顺住八珠毛传入体内 令唐三有些惊讶的是 这些充满暴力之气的能量在自己身体循环一周后 会重新传入自己的八珠毛 然后在自己的脊椎上凝聚 而自己的脊椎骨和背后八珠毛衣服的那八根肋骨 却变得火热无比 就像是深渊一般吸收着这些能量 这是唐三真正意义上第一次使用出了八珠毛的吞噬技能 而吞噬的对象又是一只人面磨珠 本来 八珠毛的吞噬技能只能暂时将顿时的能量传入几身 在短时间内使用后就会自行流逝 可此时 唐三吞噬的对象和他那八珠毛的来源一样 也是一只人面磨珠 八珠毛就产生了自行的反应 或者说是本身的一变 从人面磨珠体内吸来的能量被唐三的外腹魂骨自行吸收转化 化为了自己的能量 这也是因缘巧合 如果不是唐三的魂力已经达到四世纪 正好符合了外腹魂骨进化的条件 此时他从人面磨珠体内吸收的能量也不会直接转入外腹魂骨之内 外腹魂骨实在太少见了 所以就算是大师对他的研究也有限 其实外腹魂骨的进化并不是因为魂环的不同而停止 只要是魂师吸收了新的魂环 他就会伴随着进化 进化的条件就像获得魂环的条件一样 就是魂师的实力提升到下一个层次 在唐三已满四十级的前提下 八珠毛又吸收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能量 还怎会客气 此时 唐三那原本三米长的八珠毛已经逐渐延伸到四米长度 上面也开始各自长出一排整齐的道刺 和他身下的六千年人面磨珠一模一样 不同的是 唐三的八珠毛此时完全呈现为吞噬中的惨白色 在这惨白色之下 红白两色光韵使他的八珠毛上多了一层绚丽的花纹 随着神智的清醒 唐三很快对自己的身体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按照自己的身体情况 他已经推断出了原油 索性就这样吸收下去 同样是人面磨珠 他的能量对于八珠毛的好处显而易见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会表现在什么方面 但唐三还是主动催动体内魂力进行加速吸收 人面磨珠对自己同类的剧毒虽然能够免疫 但唐三的八珠毛可不只是拥有人面磨珠的毒素 还有那两种先品毒草的冰火剧毒 八角悬冰草与烈火性交疏产生的冰火两极之力在他体内肆虐 再加上之前龙岩对他身体的破坏 此时这只人面磨珠根本没有半分反抗之力 只能任由唐三吸收 他的生命力正在飞快地流逝 支撑着身体的八条珠腿逐渐变软 整个身体开始匍匐在地面上 外壳渐渐呈现出灰白色 小五小心翼翼地将相思段长红揣入自己怀中 他自己也是长出口气 心中一阵后怕 如果不是相思段长红 恐怕自己就要与唐三永别了吧 刘二龙站在小五身边 摸了摸他的头 虽然嘴上并没有说什么 但他眼中的凶利之气进去 反而流露出几分慈祥的光芒 小五抬起头 看向刘二龙 他突然从这位暴力的杀戮之脚身上 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母性光辉 这种感觉令他分外舒适 再加上受伤后的疲倦 忍不住将头靠在了刘二龙丰满的大腿上 乖孩子 有我在 以后不会再让人或者任何东西欺负你 刘二龙柔声说道 众人看住刘二龙的目光都不禁流露出惊讶之色 这还是刚才那个充满杀气 似乎要图尽一切的杀戮之脚嘛 二龙老师 小五眼中流露出感激的光芒 甚至还带着几分如目的光彩 此时此刻 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母亲不也是经常用这样的目光看住自己吗 可是 他已经去了 小五 你愿意做我的嫡传弟子吗 刘二龙轻声问道 小五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我愿意 老师他何等聪明 一边说着 就要跪下给刘二龙行拜师之礼 刘二龙将小五从地上抱了起来 让他靠在自己怀中 我不需要那些俗套的礼数 小五 老师一生未嫁 现在也没有什么亲人 我不希望你叫我老师 如果你不嫌弃我的话 我希望能听你叫我一声妈妈 听到刘二龙这么说 一旁的弗兰德不禁一阵心酸的别过头去 大师的目光却已经吃了 看住他 一时间百感交集 嘴唇嗡动着想要说些什么 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小五同样震撼了 看住刘二龙那充满稀奇的双眼 他那本就已经发红的美眸中 渐渐浮现出一层浓浓的水雾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紧紧地保住刘二龙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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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字在小五心中是那么的重要 母亲离开他 已经快八年的时间了 他是多么想叫出这两个字啊 此时不只是刘二龙从他身上找到了做母亲的感觉 同时 小五也从刘二龙身上找到了母爱的慰藉 一时间心情激荡 顿时真情流露 刘二龙轻轻地抚摸住小五那长长的蝎子变 妖艳的面庞上带住一丝淡淡的笑容 可泪水 却也不受控制的顺忠面庞滑落 他爱大师 可大师却不敢接受这份禁忌之爱 这么多年了 刘二龙的心始终是空的 此时此刻 他的心却像是找到了寄托 寄托在自己刚刚认下的这个女儿身上 这一刻 似乎大师在他心中的影子都受到了一丝动摇 刘二龙一边感受着小五身上释放的真切情感 一边在心中暗暗发誓 就算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他 自己也是愿意的 二龙 恭喜你 弗兰德勉强压制住内心的激荡 满面笑容地向刘二龙说道 刘二龙看住弗兰德 眼中流露着痴痴的光芒 福老大 我有女儿了 你知道吗 我有女儿了 是的 我知道 从今以后 你再不孤单 你有女儿了 听着柳二龙的话 弗兰德眼中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 他又何尝不爱柳二龙 为了柳二龙 他可以终身不娶 为了柳二龙和大师能够幸福 他可以将那份爱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心底 可是 他却始终没有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能够怪大师吗 不 不能 怪也只能怪命运弄人 此时此刻 他能够深切地感觉到柳二龙此时的心情 又怎么会不替他高兴呢 众人纷纷上前恭喜 只有大师站在那里 一步也无法移动 看住柳二龙 他的心好痛好痛 他知道 他欠他的实在太多太多 可他与他之间 就像是纠结成了一个死结 不论怎样也无法解开 他为柳二龙得到女儿而高兴 可同时 他又怎么会不为自己和柳二龙的际遇而悲伤呢 他多想将柳二龙抱在怀中 向他倾诉自己的爱恋 可是 他做不到 血缘的那层阴影 那道阴霾 始终很耿在他与他之间 唐三终于完成了吞噬的过程 淡淡的光运 开始从那六千年的人面魔珠身上释放出来 只要他愿意 现在已经可以去吸收这个魂环了 可此时的唐三 却一点吸收魂环的心情也没有 八珠毛收回体内 他几乎是三步并做两步的 冲到了小五和柳二龙面前 小五小五 唐三眼中没有泪水 但他的声音听上去 却已经有些扭曲了 是怎样的情感 才会让他的声音变成这样 小五从柳二龙怀中抬起头 看住近在咫尺的唐三 眼泪更是止不住的流淌 柳二龙轻叹一声 松开了自己的怀抱 将小五送到了唐三面前 尽管周围有那么多人在 甚至还有外面几只虎视眈眈的浑兽 可唐三却什么也顾不得了 猛地张开双臂 将小五的娇躯 深深地埋入自己的怀抱之中 他没有说什么抱歉之类的话 但他的牙齿却已经咬破了自己的嘴唇 他怎能不后悔自己将忧香起落先品交给小五呢 如果不是那样 小五又怎会遭受偷袭 为了自己 这已经不是小五第一次受创了 唐三恨自己 恨自己为什么没能保护好小五 第三百零八章吞噬 八珠毛 钟 柳二龙抬起头 望着天空 悠悠地说道 永远不要让我知道你对不起他 否则 不论你是谁的弟子 不论你有多么深厚的背景 那天的大帝之王 就是你的榜样 虽然他并没有指名道姓 但所有人都知道 他这句话是向唐三说出来的 轻轻地拍拍小五的背 唐三松开了自己的怀抱 他的双眼之中 光芒突然变得执着起来 从如意百宝囊中 取出一卷碧绿的叶子 塞入小五口中 同时接过小五手中的幽香 起落仙品 收回到如意百宝囊中 那是龙之叶 有疗伤顾本之功效 也是当初从冰火两一眼周围得来的 小五吃下龙之叶 伴随着一股清凉感传遍全身 胸前的凡闷顿时好了许多 唐三望着一旁的山峰 此山之中 是独孤前辈前修之地 在这里 有一处得天独厚的冰火两一眼 人畜接近 必被其中极端的寒热二气影响 短时间内就会暴毙而亡 但也正是这里 孕育了众多天才地宝 我现在所拥有的药草 都是从此处而来 冰火两一眼对别人有害 但因为我曾经服用过两种药草 对我反而有益 在那里吸收魂环 必定有事半功倍之效 麻烦大家在这里等我 我会尽快完成魂环的吸收 你们也千万不要靠近冰火两一眼 以免被其栖息所伤 做出简单的解释 唐三没有停留 带着心中那份执着 他几个起落 就来到了那只地穴魔珠身边 来饮草席卷而出 把那被静置住的阴险魔兽卷起 背后扒猪毛释放出来 带着他的身体 以惊人的速度 朝着冰火两一眼而去 唐三的解释 是在宽慰众人 而他的执着 则是因为实力 刚才发生的一切 又一次用事实 提醒了他实力的不足 他现在只想让自己 变得更强更强 好有实力去保护自己的伙伴 还有心爱的人 眼看着唐三义无反顾地 选择了地穴魔珠 小五刚想要说什么 却被柳二龙阻止了 柳二龙淡淡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这样的男人 才是真正的男人 凭集住那份执着 他一定会成功的 作为一个女人 不论自己的男人 决定是对是错 永远都应该 无条件地支持 他对了 你应该为他高兴 哪怕是他错了 因错而去 小五难难地道 大不了 就是随他而去 妈妈 你说得对 我是应该支持他 做任何事 柳二龙的话 庞扶为他敞开了一扇大门 想通了 小五顿觉一阵释然之感 可是 另一边的大师 却完全是另一种感受 站在柳二龙背后 呆呆地看住他 死时的大师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整个人都像是 目然了一般 呆呆地站在那里 两久不语 弗兰德阴沉着脸 看向大师 小刚 你跟我来 我有话对你说 说着 弗兰德朝一边走去 大师面无表情地 跟在他身后 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行尸走肉一般 目送柱大师 随弗兰德走到远处 柳二龙心中 暗叹一声 小刚啊小刚 我这一生 都不可能再爱上 第二个男人了 如果你真的不肯接纳我 那我也只有这样 终老下去 幸好 我现在有了女儿 我现在有些明白 你收唐三为徒的心情了 至少 孩子能够成为 我们心中的一份寄托吧 想到这里 柳二龙心中 也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内心的抑郁减轻了几分 整个人也轻松地多了 随着脸上神情地放松 他看上去 似乎变得更美了 轻轻地搂住身边 小五的肩膀 遥望天际 唐三翻山而过 很快就来到了 那熟悉的地方 重返冰火两一眼 眼前的景象 令他不禁大为震撼 原本被他几乎 像劫略一般的宝地 此时郁郁葱葱地 已经重新恢复了绿色 虽然不像以前那样 岔子烟红 但那生机勃勃的感觉 却令人分外舒适 冰火两一眼 不愧是宝地 唐三留下的那些种子 都已经生根发芽 凭极住十倍的生长率 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内 已经重新将这里 孕育的一片生机 虽然短时间内 不可能再有先品药草出现 但至少这里 依旧是宝地 百年或者是几百年后 必将重现曾经的风采 唐三将地穴魔珠 扔到一旁 背后八猪毛 毫不客气地直接刺入了 地穴魔珠的要害 这被禁止住的阴险魔兽 就在八猪毛的吞噬之中 不断地流逝住生命力 唐三在地穴魔珠身上的做法 几乎和刚才杀死人面魔珠是一样 但他却发现 吞噬而来的能量 虽然让自己会感觉到 短暂的强大 但那份能量 很快就会流逝而去 并不像之前那样 会被外腹魂骨八猪毛自身吸收 他明白 这应该是此次进化八猪毛 已经吸收了足够能量的缘故 这吞噬的能力 毕竟不能将外力完全转化为己身 至于原因 很简单 一个是因为唐三的玄天宫 没有截流这些能量的方法 另外 这些外来的能量属性不同 贸然去吸收 不但没有好处 反而有害 眼看着地穴魔珠 即将命丧于八猪毛之下 他那生长在头部的小眼睛 充满了阴狠的光芒 唐三嘴角处流露出一丝怪异的微笑 眼中紫金色光芒 骤然变得强盛起来 宛如两刀利剑一般 深深地刺入了地穴魔珠的眼睛之中 地穴魔珠硕大的身体 顿时矩震起来 唐三也借此机会 八猪毛剧毒与吞噬全力发动 剧烈的挣扎逐渐消失 地穴魔珠的生命 也随之走到了尽头 小五说的灵魂震荡 唐三想出的解决方法 就是利用自己的子机魔童 在地穴魔珠即将死亡前 猛然震撼对方的精神 令他在死前的一瞬间怨气消散 这样一来 潜意识中的灵魂震荡 自然也会随之消失 吸收魂环时也会变得容易许多 淡淡的黑色光芒 开始从地穴魔珠身上释放出来 凝聚在他身体上方 魂环之力的出现 证明着这头万年魂兽 已经彻底地失去了他的生命 唐三脱掉自己的外衣 身形一展 直接跃入了那足以融化晶铁的羊泉之中 然后再游到冰火两衣眼内 两种泉水交汇之处 对于别人来说 这两种泉水 无疑不是致命的极端存在 可对于服用过八角玄冰草 与烈火性交输的唐三来说 冰火两衣眼内给他的感觉 却只有温暖与清凉 两股不同的能量同时融入体内 与他体内先品药草的药性相合 悄然律动起来 唐三平躺在泉水之中 缓缓抬起自己的右手 蓝紫色的光芒从掌心冒出 蓝银草向珠岸边的地穴魔珠魂环 发出了召唤 黑色的气流终于找到了宣泄的途径 顿时如同海纳百川一般 朝着唐三的右手奔涌而去 当那黑色气流 与唐三手掌中的五魂蓝银草 接触那一瞬间 以唐三的身体为中心 冰火两一眼的泉水 顿时荡漾其一圈圈强烈的波纹 唐三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吸收魂环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冰火两一眼不但不会对他有害 因为他服用的那两种先品药草 反而会得到冰火两一眼的滋润 无形中在自己体内形成了一道保护层 而因为泉水的原因 他体内两种先品药草的药性 也会被完全激发出来 形成第二道保护层 再加上背后的外附魂骨 万年魂兽的魂环能量虽然庞大 但想要伤害到唐三本体 也必须要先冲破这三道保护层才可以 以唐三的实力 本就可以吸收六千年所有魂兽的魂环 此时有了这三层保障 吸收一只刚刚进入万年级别的 地穴魔珠魂环 自然是有很大可能成功的 这也是他敢于冒险的重要原因 计划与实践 永远都会产生差别 此时唐三的情况也是如此 没有真正尝试过 永远无法想象出万年魂环带来的魂力 是多么庞大 当那黑色气流从右手处涌入身体的一瞬间 唐三只觉得周围光线一暗 自己庞扶已经被淹没在滔天的浪潮之中 这绝不夸张 魂环涌入的能量 几乎一瞬间就充斥在唐三体内的每一个角落 甚至不需要他自己去运转 那庞大的能量已经强行运行起来 地穴魔珠的魂力不像人面魔珠那么霸道 但却充满了阴冷的感觉 那种冷 与冰火两一眼中含泉的冷不同 那是一种发自精神深处的冷 是精神世界被阴冷所侵袭的感觉 第309章唐三的第四魂纪上 听着弗兰德的话 大势一阵心动 难难的道 这 这样真的可以吗 弗兰德堂而皇之的道 有什么不可以的 至少这样你们两个的心都会好受很多 只要你们守住那最后一道防线 每天晚上不住在一起 却可以感受对方的爱 这有什么不好 别说你们还只是堂兄妹 就算是亲兄妹又能如何 你们只是相亲相爱 对外人就说是兄妹感情 你那颗守旧的心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听着弗兰德的话 大师整个人待着在那里像一尊雕像 两久两久 大师嘴里才猛地蹦出一句 弗兰德 你他妈的为什么不早说丢下这句话 大师猛地冲了起来 非也是地朝着柳二龙狂奔而去 由于奔行过快 他的泪水在空中滑出两道优美的水线 二龙 二龙 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爱你了 只要能爱你 又为什么非要有肉体呢 精神上的爱恋也已经足够了 看出大师的背影 弗兰德脸上流露出由衷的笑容 小刚 你这傻瓜 天天在一起耳并撕磨 难道你们真的能够克制得住吗 眼看着大师朝自己发疯式地跑过来 柳二龙心中顿时露跳一拍 大师几乎是狂奔着来到柳二龙面前 瞪示住柳二龙那双有些迷惘的美眸 突然 他猛地张开双臂 用尽全力将柳二龙抱入自己的怀中 二龙 我对不起你仅仅是七个字 却像是开启了泪水的闸门 柳二龙只觉得眼前一阵模糊 以他那七十多级的魂力 此时却半分力气也用不出来 整个人完全是软倒在大师怀中 泪水滂涂而下 这句话 他等得已经太久太久 二十年了 正像弗兰德所说 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了 这二十年他是怎样过来的 就算他表面上在坚强 可终究也只是个女人 哪个女人不渴望被爱人所呵护 哪个女人不渴望自己能够得到幸福 或许是因为眼前的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柳二龙只觉自己的身体似乎在梦中摇曳 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真实 弗兰德悄悄地向赵无极 小五等人挥了挥手 众人缓缓退到一旁 将眼前这片宽广的空间 只留给大师和柳二龙二人 独阵外 因为幽香起落先品的消失 最后剩余的几头魂兽也不甘地离去 随着他们的消失 周围已是一片寂静 小刚 小刚 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 七万多个日日夜夜 你可知道我是怎样熬过来的吗 你真的不再逃避 真的愿意和我在一起了吗 柳二龙痛哭失声 扶在大师的肩头 呢喃住 大师用力地点住头 二龙 我对不起你 我发誓 以后再不会逃避我们的感情 虽然我们或许不能像正常夫妻那样 但我一定一直守在你的身边 爱你当下 大师将之前弗兰德的想法说了出来 柳二龙一直扶在他怀中 静静地聆听着 当他听大师说道 有夫妻之爱 却无夫妻之事实 他明白大师依旧没能完全从那芥蒂中挣脱出来 可是 等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眼前的男人肯不再逃避 至少他肯留在自己身边爱住自己 又何必强求太多呢 或许是因为收了小五做前女儿 对柳二龙的心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时 他心中只有顺其自然的想法 顺从地在大师怀中点住头 先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半个时辰后 朱竹青顺利地吸取了鬼虎魂环 和戴木白一起走了回来 看上去 他的气息似乎更加清冷 眉宇间多了几分阴气 整个人也长高了几分 虽然还没有小五那样的高度 但如果只看外表 感觉上已经有几分成人美女的风采了 魂环对身体属性的附加 无疑也会令魂师的身体产生一定的变化 虽然史莱克七怪年纪还不大 但他们却至少都有了三个魂环 魂环中附加的能量 促进着他们身体的成长发育 脸上稚气未脱 但外表看去 却都已经近似成人 和一年前相比 每个人似乎都长大了几岁 只要他们自己不说 恐怕很难有人想象得到 史莱克七怪中最小的 现在还不到14岁 下一个回归的是宁荣荣 她的脸色并不像奥斯卡那样苍白 之前在柳二龙重创灵甲兽的时候 奥斯卡始终陪伴在她身边 遮住她的双眼 不断在她身边安慰住她 直到宁荣荣开始吸收魂环 奥斯卡才跑到一旁大吐而特吐 吐完后 她将柳二龙制造的恐怖场景 收拾了一番 因此 宁荣荣吸收魂环后 并没有看到什么恶心的场面 情况反而比奥斯卡要好得多了 此时 史莱克七怪就只剩下唐三还没有回归 众人就在这独阵之内默默地等待着 柳二龙依偎在大师怀中 闭合着双眼睡住了 二十年了 他没有一天能像现在这样睡得安稳 看出他睡颜上流露出的甜淡笑容 大师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满足 弗兰德和赵无极坐在另一边低声聊着什么 看出大师和柳二龙现在的样子 弗兰德心中轻松了许多 脸上流露着难以掩饰的笑容 朱竹青与戴姆白默默地坐在一起 虽然他的表情还是那么冷 但对于戴姆白几乎是贴住自己而做 却也并没有反对 宁荣荣和奥斯卡的情形也差不多 只是宁荣荣脸上的神色却是温柔的 主动靠在奥斯卡的肩膀上 面带微笑地向他说这些什么 从他脸上兴奋的笑容就能看出 他从第四魂环上应该得到了不小的收获 胖子之前消耗的魂力不小 独自靠着一棵大树修炼 凝聚自己的魂力 小五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 本来以他的伤势最应该调息魂力疗伤 可他的心却怎么也静不下来 其他人都回来了 唯独缺少唐三 他又怎么能不担心呢 靠坐在那里 在心中 他不断地为唐三默默祈祷住 不只是他 其他人不论此时流露的是怎样神色 在眼底深处也多少都带着几分担忧 尽管唐三自己说有绝对的把握 可是 他吸收魂环跳跃的等级却实在是大了些 一个时辰过去了 小五告诉自己 吸收那么强大的魂环肯定是需要时间的 两个时辰过去了 小五对自己说 应该还需要一会儿 三个时辰过去了 小五不断地对自己说 快了 就快了 四个时辰过去了 天渐渐地黑了 小五站在那里 遥望着唐三消失的山峰 心中不断地呼喊 哥 你怎么还不回来 五个时辰过去了 夜 渐渐地深了 小五眼中不断流淌着泪水 任由谁来安慰也无法止住 此时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哥 只要你能活着回来 哪怕你没有半分力量 哪怕你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甚至是残废了 我也愿意 只要你还活着 五个时辰的等待 是何等的煎熬 不只是小五 其他人也都变得焦躁起来 如果不是大师阻拦 众人已经不止一次 要翻山去看看 月光照耀大地 皎洁的光辉 将史莱克学院众人 在地面上拉出一条条黑影 小五的心 也渐渐变得冰冷而绝望 眼中的期待 正在朝着死记 默默转化住 就在这时 突然 一声清亮的长啸 响彻夜空 在这寂静的夜晚之中 那中气十足的长啸 是那样的明显 就像是点燃了影线一般 史莱克学院众人 同时从地上跳了起来 小五那近乎绝望的眼眸中 兴奋之火疯狂燃烧 不顾一切地朝住山峰处 拼命跑去 哥哥 他呼喊着他的声音 因为哭泣已经变得有些沙哑 只想第一个见到 那个宿命中的男人 是的 那声长啸是属于唐三的 山峰顶端 唐三修长的身影 在月光下 拉出一条长长的背影 他没有平级八株毛下山 而是高高跃起 背后来影草 凝结成散状 朝山下落来 两道身影 一条从天而降 一条拼命地狂奔 就在那一轮满月的光辉中 不断地接近着 接近着 终于 那两道身影 就在山峰距离地面 三分之一的位置重合了 两道身影 合二为一 紧紧地相拥在那明月 见证的山腰处 唐三变得高大了 身上的肌肉 也更加结实 那温暖的怀抱 就像一个最完美的窝 当小五投入其中的一瞬间 他的人就已经 在满足中昏迷了过去 第310章 唐三的第四魂记 中 尽管小五服下了 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 和唐三的龙之夜 但他却一直没有调息 五个多时辰的苦等 如果不是那最后的信念 支撑住他 他早就坚持不住了 终于让他等到了 唐三归来 紧绷的心弦放松下来 他的身体 也终于能够自我保护地 将他带入昏迷之中 抄起小五那修长的双腿 唐三紧紧地抱住他 虽然小五一句话 都没来得及对他说 可此时的他 又怎么会不明白 小五所承受的呢 这一夜 唐三是抱着小五睡的 这次他不但 没有再逃避尴尬 而且始终让小五 融在自己怀中 这一夜 唐三没有睡 他的手一直在 小五背后 为他推弓过血 这一夜 没有人去打扰他们 就像没有人去打扰 大师和柳二龙一样 对于史莱克学院 一行十一人来说 这一夜并不平静 史莱克七怪 更是从这一夜开始 朝着真正的强者蜕变柱 虽然波折连连 但总算这次的目标完成了 第二天一早 当众人刚从睡梦中清醒后 弗兰德为了怕节外生枝 催促着大家 尽早离开落日森林 作为院长 弗兰德肩头的责任 显然是最重的 先不说史莱克七怪 这些孩子 不少都有深厚的背景 就算没有 作为师长 他也不愿意看到 任何一个人 在这危险之地受到伤害 魂环都已经拿到 他自然会急着赶快离开这里 经过唐三一晚的治疗 小五的伤势已经好了大半 一早清醒过来 并没有再对昨天的事情 多说什么 只是看住唐三的眼神 却更多了几分依恋 小三 你的第四魂迹是什么 给我们看看 一边朝着森林外走去 奥斯卡一边用自己的肩膀 碰了碰唐三 唐三微微一笑 抱 也没什么 就是和地穴魔珠 昨天施展的技能差不多 略有变异 你真的要看 当然 你是我们中第一个 拥有万年魂环的 让我们看看 两人的对话 也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 不只是史莱克奇怪 大师和弗兰德等人 也想看看 唐三从那地穴魔珠身上 究竟得到了什么样的魂迹 好唐三眼中 流露出一丝坏笑 右手抬起 暗蓝色的光芒 从掌心之中涌出 一根蓝蓝草 从唐三掌心处浮现出来 看上去 它的粗细和之前 并没有什么区别 唯一的差别在于颜色 此时的蓝蓝草 竟然已经变成了纯黑色 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最令人震撼的 还是那同时出现的 四个魂环 两黄 一紫 一黑 两百年 一千年 一万年 四个魂环 围绕着唐三的身体 上下起伏 魂环一出 一股无形的压力 对十令奥斯卡 推开几步 唐三身上流露着 令人捉摸不透的神秘感 眼看着 那黑色的魂环 悄然亮起 与绚丽的千年魂环相比 万年魂环 给人的感觉是 沉宁而内敛的 没有半点预兆 十六根漆黑的蓝蚓草 突然从奥斯卡 身体四周的地面奔涌而出 瞬间 在它头顶上方交汇 形成了一个单体球龙 由于在发出时 没有任何气息波动出现 奥斯卡根本就没有 任何闪避的意识 再加上这突然涌现的 十六根蓝蚓草 速度实在太快 等它反应过来时 这一圈蓝蚓草 已经尖入金刚 这就是我的第四魂迹 脱胎于地穴魔柱的 珠网球龙 因为我这球龙 是用蓝蚓草形成 所以 我叫它蓝蚓球龙 戴木白抬手 在那漆黑的蓝蚓草上 弹了弹 铿枪之声 从其上传来 柔软的蓝蚓草 在魂迹的作用下 竟然变得如同钢铁一般坚硬 戴木白深吸口气 大鹤一声 释放出了自己的五魂 又全白光涌动 凝聚魂力一圈 轰迹在十六根蓝蚓草中的一根上 砰的一声巨响 那根蓝蚓草上 顿时出现了细密的裂痕 戴木白再补上一下 这才破碎 化为淡淡的黑光荧幕 马红君皱眉道 这看上去也很一般啊 似乎还没有珠网束缚 坚韧度高 三哥 万年魂迹就只是如此吗 是吗 唐三眼中流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身上黑光再次涌现 几乎只是一瞬间 除了他和小吴以外 包括弗兰德 刘二龙 大师和赵无极脚下 黑光瞬间升起 只是眨眼的功夫 又是八座蓝银囚龙出现 将众人的身体困在其中 哪怕是弗兰德 刘二龙那样的强者 面对着毫无预兆 突然出现的黑色蓝银草 也没能闪躲出去 瞬间就被围困在内 弗兰德的脸色不禁有些变了 师生惊呼道 群体控制技能 这不是五十几以上的控制系魂师 才可能拥有的吗 像当初 独魂式独孤雁的独系控场能力 也可以称之为群体控制技能 但和唐三眼前所施展的蓝银囚龙相比 无疑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什么是真正的群体控制 只有让对方完全没有闪躲可能 瞬间锁定每一个对手 这才能称之为群体控制 一个蓝银囚龙或许不算什么 像戴木白这样四十多级的强攻系魂师 也可以平击自身的实力将其攻破 但是 攻破囚龙是需要时间的 在那段时间中 足以让控制魂师的伙伴做很多事 更何况 唐三这万年魂环之计 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群体控制技能 或许 他的强度没有珠网束缚那么厉害 也没有珠网束缚所拥有的黏性 与强烈的毒素 但是 每一个蓝银囚龙所消耗的魂力 也只有珠网束缚的十分之一 唐三右手一挥 第四魂环光芒收敛 所有的黑色蓝银草 瞬间没入地面消失不见 似乎他们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似的 此次前来猎杀魂兽 收获最大的无疑就是唐三 不但获得了这理想的群体控制技能 同时 他的外父魂骨八珠毛也得到了理想的进化 平级住最低端的五魂 他不但没有被伙伴们落下 实力还阴阴保持在史莱克七怪的最前端 胖子此时也已经醒悟过来 三哥 你这技能能否与我配合 唐三微笑道 当然可以 蓝银囚龙算是先手控制技能 你那凤凰笑天机包含的是后手限制技能 只要能够灵活应用 自然能将我们的攻击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弗兰德若有所思的道 怎么连我这个史莱克学院的创建者 都觉得这群小怪物强得有点变态了 柳二龙扑斥一笑 道 少来吧 你这是在感叹他们实力强 还是在给自己吹嘘 弗兰德杨怒道 好你的二龙 刚帮你得偿所愿 你就来个应我 亏哥哥对你那么好 柳二龙微笑不语 却紧了紧怀抱中大师的手臂 经过第四魂技的提升 史莱克七怪的实力又一次有了质的飞跃 邪谋白虎戴木白 44级强攻系战魂踪 魂环两皇两子 四大魂技分别是 白虎护身杖 白虎猎光波 白虎金刚罩 白虎流星雨 香肠专卖奥斯卡 41级食物系气魂踪 魂环两皇两子 四大魂技分别是 恢复大香肠 解毒小蜡肠 急速飞行蘑菇肠 抗奋粉红肠 牵手修罗唐小三 41级控制系战魂踪 魂环两皇一子一黑 四大魂技分别是 缠绕 寄生 朱网束缚 蓝银囚龙 邪火凤凰马红骏 41级强攻系战魂踪 魂环两皇两子 四大魂技分别是 凤凰火线 玉火凤凰 凤一天降 凤凰笑天机 柔骨魅兔小五 37级强攻系战魂踪 魂环两皇一子 三魂技分别是 妖功 魅火 顺宜 七宝流离宁蓉蓉蓉 41级辅助系战魂踪 魂环两皇两子 四大魂技分别是 力量增幅 敏捷增幅 魂力增幅 防御增幅 幽明灵猫珠竹琴 41级闽攻系战魂踪 魂环两皇两子 四大魂技分别是 幽明突刺 幽明白爪 幽明斩 幽明影分身 除了小五之外 其余六人全部登上了 40级的门槛 戴木白更是以17岁的年纪 就达到了44级的恐怖魂力 回城的路上 并没有出现任何意外 一行十一人 顺利地回到了史莱克学院 此时 距离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大赛预赛开始的时间 还有最后五天 大师给了史莱克七怪 一天的休息时间 第二天一早 就让他们在学院 教学罗后的树林集合 对他们进行最后的集训 第311章唐三的第四魂技下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避免史莱克七怪 在未来的战斗中 出现受伤减缘 人数不够的情况 拥有大力猩猩五魂 已经达到38级魂力的 泰龙也暂时被招入了团队之中 同时入团的 还有另外三名魂力 达到35级的高级班魂师 作为史莱克七怪的替补队员 后招入的四个人中 除了泰龙以外 另外三个人分别是 35级强攻系战魂 尊皇远 男 武魂 独狼 魂魂 两皇一子 35级闽攻系战魂 尊精灵 男 武魂 骷髅 魂魂 两皇一子 35级治疗戏器 魂尊降诛 女 武魂 治疗权杖 魂魂 两皇一子 在史莱克七怪到来之前 或者说是学院更名史莱克学院之前 泰龙与这三个人 都是学院准备参加这一届 高级魂师大赛的主力 是刘二龙辛苦培养 留在学员中的精英 如果不是为了这次大赛 以他们的实力 早都可以毕业了 对于给史莱克七怪做替补 不论是泰龙还是其他三个人 一点意见都没有 试问 见识过唐三利 拜58级力量型战魂王泰诺之后 学院中谁还会对他们不服气 尽管这四人中年纪最小的匠猪 也已经有19岁了 大师和弗兰德 六二龙商量后 招入这四个人进校队 目的很简单 对史莱克七怪进行一定的轮换 在一些不算太强的战斗中 尽可能地节省他们的消耗 同时也作为必要的补充 高级魂式学院大赛 不只是魂式学院之间的比拼 甚至是整个魂世界的大事 从预赛到晋级赛 再到最后的总决赛 先后要经历长达三个月的时间 旷日持久 谁能说史莱克七怪中 就肯定没人会因为受伤 而无法继续参加比赛呢 由于魂式之间的配合 七人以上才能成规模 参加每一场比赛 一个学院至少要派出七个人 所以一定的人手进行轮换 是必不可少的 都坐下把大师挥挥手 示意所有人原地坐下 或许是因为心中的死结解开 大师的脸色看上去 比以往多了几分红润 史莱克七怪和四名替补 围着大师坐了一圈 静静地听大师进行讲解 再过几天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 就要开始了 今天我先给你们讲一下规则 一边说着 大师一脚踢在旁边昏昏欲睡的 马红俊屁股上 眼睛却不看他 继续说道 不要不以为然 规则是限制 也是可以利用的优势 比赛中实力固然重要 但你们也必须清楚所有规则 否则 很有可能被他人利用 而前功尽弃被大师踢了一脚 胖子吐了吐舌头 也不敢再打马虎眼了 小眼睛一亮 正好看到坐在他对面的 替补队员降猪 降猪十九岁 比史莱克七怪要大上几年 身高一米六五左右 一头降色长发很有特点 相貌柔柔的 虽然不像朱竹青 小五 宁蓉蓉那样引人瞩目 但也绝对算得上美女 最吸引胖子的地方 是他那已经熟透的身体 该人的地方绝对不贬 胖子之前还没有注意到 此时这面对面的看去 顿时有些心痒难骚 虽然他现在身体内的邪火问题 已经解决了 但曾经出入勾篮 对于男女之事早已深知 他的心早已经不再懵懂 对于男女之事 比一些成人还要明白 而史莱克七怪中 目前看也只有他这么一个孤家寡人 人家都是一对一对的 胖子又怎会不羡慕呢 否则 他也不会经常嫉妒地去骂奥斯卡 长了一张婊子脸了 降猪自然发现马洪俊在看自己 眼睛眨了眨 翘脸上流露出一丝温和的笑意 饶友兴致地看向这史莱克七怪中唯一体型不算太正常的胖子 学院里的其他学员和史莱克七怪接触的时间毕竟很短 在降猪看来只有14岁的马洪俊只不过是个胖乎乎的小弟弟 肥头大耳的十分可爱 他哪知道这胖子脑子里全是一些龌龊的东西 大师继续道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是由天斗 新罗两大帝国皇室发起主办 由五魂殿协伴的魂世界规模最盛大的五魂大赛 参赛人员的实力仅次于五魂殿精英选拔赛 在规则中有几样是必须要遵守的 首先参赛学院派出的学员年龄必须在25岁以下 并能够保持每一场参赛的人数达到7人 其次在比赛过程中以有意切磋为目的 尽可能地避免伤残对手 更不允许出现死亡的情况 一旦有击杀对手的行为 则该学院除了承担相应损失之外 还将被驱逐出魂师大赛大师 这条似乎不太妥当 把戴木白举手打断了大师的话 魂迹无眼 万一误杀了怎么办 如果双方的实力差不多 权力相搏 难免会出现伤亡大师看向戴木白 郑重的道 你说的虽然不错 但是 你要明白 两大帝国举行这高级魂师学院大赛的目的 并不是要让各个学院拼出个胜负 而是要从中挑选出最好的人才加以招揽 包括五魂殿和两大帝国内的一些王国在内 都是抱的同样心思 能够代表高级魂师学院参赛的学员 无不是各个学院中的翘楚 也是魂师界的未来 培养一名魂师何其不易 魂师的数量在全大陆也始终没有超过六位数 禁止杀死对手虽然会有一定的制约 但也同样是对你们这些孩子的一个保障 从我的角度来看 这个规定是非常正确的 戴木白依旧有些不以为然 虽然他并不喜欢杀人 但更不喜欢在动手时束手束脚的感觉 大师道 除了这两个硬性的规则之外 就是一些比较规范化的规则了 一切以公平为前提 如 在比赛过程中 不得使用任何非食物系和治疗系魂师制造的药物 或者食物 只有在场上的食物系或治疗系魂师 才有给自己队员补充的权利 也就是说 如果想要在比赛类台上获得补给 那么 辅助系魂师就必须占据场上的一个名额 这就避免了拥有食物系魂师的团队作弊的可能 另外 还有一个不能使用非武魂外的任何武器规定 因此 唐三 你制作的暗器在这次大赛上是不能使用的 这一点你们一定要谨记 否则会直接被驱逐出大赛 说到这里 大师停顿了一下 大体的规则就是这些 再有什么补充 我会在比赛过程中告诉你们 下面 我来给你们说一下这次比赛的赛制一边说着 大师从旁边拿起一根准备好的木棍 在土地上划出两个相接的圆圈 这两个圆 代表的就是两大帝国接着 它又在两个大圆旁 划出一个同时与两圆相接的一个小圆 这个代表的是武魂殿 在两大帝国之中 高级魂师学院的总数相加大约有近百家 每一个学院都有一个参赛的份额 而两大帝国各有一所官方的高级魂师学院 将占据两个份额 像天斗帝国 就是你们知道的天斗皇家学院 这两个官方的高级魂师学院的份额中 分为主队和副队 主队将直接晋级最后的决赛圈 这也是对两大帝国皇室面子的保证 副队将与其他学院的魂师队伍一起 参加预赛 大师又在两个大园内 划出数个小园 预选赛分区进行 其中 我们天斗帝国这边 以天斗城为中心 天斗帝国境内 凡是不属于其他王国和公国的高级魂师学院 都将在天斗城分区进行预选赛 各王国和公国的高级魂师学院 则按照国家的区分进行预赛 天斗帝国一共有四个王国和一个公国 也就是说 算上天斗城分区 天斗帝国这边 将一共有六个预选赛分区 除了已经保送进入总决赛的一支队伍外 这六个分区将争夺15个参赛名额 其中 天斗城分区因为高级魂师学院众多 又是帝国直属分区 出现的名额将是五个 其他四大王国和一个公国 每个分区将有两个出现名额 新罗帝国的情况 与天斗帝国几乎相同 也就是说 通过预选赛 进入下一阶段的魂师队伍将是30支 这30支队伍都将参加总决赛 但在参加总决赛之前 还有一场晋级赛 所谓的晋级赛 其实就是对已经进入决赛的队伍 进行一场排名赛 根据排名顺序 在总决赛中确定出场顺序 第313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上 运选赛和晋级赛的赛制是不一样的 运选赛将以你们最熟悉的团战方式进行 单循环赛制各预赛分区取获胜积分最高的队伍 进入晋级赛 而晋级赛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 参赛的队伍虽然依旧是派出7名参赛学员 但却是逐一对决 胜者继续留在场上 负者一方继续派上学员 直到有一方的出场学员全部失败而已 因此预选赛可以说是展现团队实力的比赛 而晋级赛则是发挥个人实力的舞台 之所以会有晋级赛这一项 就是为了让两大帝国与武魂殿高层 从这些参赛学员中更好地认出一些 特别优秀的青年魂师总决赛的参赛队伍 一共将是33支 抽签进行残酷的淘汰赛 大师 您等一下这一次开口的是奥斯卡 太疑惑得到 大师 您刚才说 两大帝国的种子队伍各一支 通过预选赛和晋级赛的队伍各有15支 这样计算 参加总决赛的队伍应该是32支裁队 哪来的33支 大师微微一笑 道 忘了说了 总决赛的种子队伍并不只是两支 而是三支 这第三支 就是由武魂殿保送的队伍 也可以说是最有竞争力的队伍 武魂殿虽然并不是高级魂师学院 但他们也有着自己培养魂师的专门机构 在之前的三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中 除了新罗帝国曾经获得过一次冠军外 另外两届的冠军都是由武魂殿派出的队伍获得的 他们也将是你们未来最强的竞争对手 根据我的经验 武魂殿派出的魂师队伍 绝对要比你们所见过的黄斗战队更加强大 使来客奇怪面面相觑 但是 他们眼中流露的并不是担忧 反而是强烈的好奇和兴奋 经过了那么多场斗魂 还成为了史无前例的三十级金斗魂战队 他们渴望的正是强大的对手 没有强大的对手 又怎能更好地磨练自己呢 晋级赛的排名将在两大帝国分别进行 排列出从1到15的位置 这个排名的好处将在总决赛中显现出来 总决赛采取淘汰赛制度 每一轮将有几只队伍轮空 第一轮 轮空的将会是三只种子队伍 另外30只队伍捉队比拼 胜出的15只队伍参加下一轮 第二轮 算上三只种子队伍 一共是18只 这时 剩余的队伍中 在晋级赛排名靠前的两只队伍将轮空 剩余的16只队伍 决出8只进入第三轮 第三轮的参赛队伍就只剩下了10只 依旧是在排名赛中排位靠前的两只队伍轮空 已经轮空的队伍不再进行二次轮空 第三轮过后 剩余的队伍将是6只 也就是大赛最后的6强 这时将不再有轮空队伍 第四轮6只队伍通过抽签 捉队比拼 决出最后的前三名 前三名最后的名词排定为了公平 需要通过团战与个人淘汰战两种比拼方式 首先 进行的是个人淘汰战 就是晋级赛那样的赛制 三只队伍以打类的方式进行 双方各自派出7名队员 轮流上场 负者淘汰 胜者继续迎战下一名对手 直到另外两个学院的学员全部淘汰 胜者的那个学院将直接晋级 另外两个学院进行一场团战 决出另一个晋级的名次 与之前通过个人淘汰赛晋级的队伍 进行最后的团战决赛 听了大师的讲述 马洪俊忍不住道 大师 这比赛怎么如此复杂 我听得有点晕 但木白没好气的道 有什么可晕的 不论赛制如何 只要我们一场不败 最后的冠军不就是我们的吗 大师微微汗手 道 木白说的没错 赛制固然要熟悉 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 在比赛的过程中 我会提醒你们赛制的情况 同时会对你们将要遇到的对手 进行分析 都起来吧 最后这几天 你们要做的 是战术演练 哦 对了 有件事我必须要提醒你们 在天斗城分区的预选赛中 你们七个小怪物 同时只能上场三个 其中 荣荣在预选赛中 是肯定不会上场的 我将在这段时间 对他进行格外的特训 只能上三个 这下 连唐三也不禁惊讶出声 大师板助脸 爆 怎么 你们有意见 预选赛肯定会上场的队员 包括 太龙 黄远 精灵和匠珠四人 另外三个名额你们自己商量 除了荣荣以外 唐三试探助问道 老师 这是要保存实力吗 只是 如果我们输了怎么办 大师淡然道 怎么 你连这点信心都没有吗 你们真正的对手在晋级赛 在总决赛 绝不会在这预选赛之中 如果在这时候 将你们自身的实力 全部暴露给对手 那么 后面的路将变得何等艰辛 听了大师的话 唐三思索片刻 目光和代目白交流了一下 这才点了点头 道 老师 我明白了大师拍拍自己这位得意弟子的肩膀 我知道你会明白的 场上的战术安排 由你负责 参赛人选 也由你来决定 我能够提醒你的是 在预选赛中 你们史莱克七怪露面的人数 越少越好 总决赛 你们将面对的对手 比想象中会更加强大 而你们的目标也只有一个 为了这个目标 努力把之后的几天 史莱克学院参赛队员们 在大师的带领下 开始了对战术的演练 尤其是新加入的四个人 每天都在磨合中度过 要磨合一支魂师团队 本来并不容易 但如果这个团队之中 有一名格外出色的控制系魂师 那么 一切就将变得简单许多 唐三无疑能够胜任这个角色 在他的调配之下 新加入的四个人 渐渐熟悉了史莱克七怪的战斗方法 同时 唐三也已经决定了 在预赛中的参赛人员 主要以史莱克七怪中的四人 进行轮换 预选赛虽然并不是很重要 但至少要保证出现 因此 唐三确定的这轮换四人中 就包括了必须出场的他自己 以及魂力最强的邪谋白虎戴姆白 食物系魂师大香肠叔叔奥斯卡 以及晋身强功魂师小五 胖子 朱竹青以及宁荣蓉三人血藏 一切准备就绪 三天后 天斗帝国首都 天斗城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 天斗帝国赛区开幕式 在天斗城举行盛大的开幕典礼 作为魂师界最盛大的魂师大赛 吸引的不只是魂师们的关注 从皇室 贵族到平民 每一个天斗城的民众 都将这场大赛当成了最盛大的节日 开幕式在天斗城中的天斗大斗魂场内举行 早在一个月前 开幕式的门票就已经预售一空 要知道 这些门票的价格是与天斗大斗魂场 主斗魂中心的入场价格一样的 作为天斗分区的主赛场 天斗大斗魂场从一个月前 已经停止了所有斗魂比赛 进行内部改造 将所有大斗魂场内的分赛场 与主斗魂中心合二为一 形成一个巨大无比的比赛场地 除了贵宾区 保留在整个比赛场地的北侧以外 改造后的大斗魂场 还能够容纳八万名观众同时观看 门票的销售虽然收入不菲 但大斗魂场自身付出的也相当不少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所有的天斗分区预选赛都将在这里进行 清晨 太阳还没有从东方升起 改造后的天斗大斗魂场 已经迎来了庞大的观众 来得这么早 观众们自然不是为了能够早进场地 因为每一张门票都有着专门的座位好 他们为的是能够在这开幕式的第一天 近距离地看到那些参赛的青年魂师们 这其中就包括了不少淮春少女 正如大师所说的那样 全大陆的魂师加起来也不超过六位数 而能够代表高级魂师学院参赛的学员们更是其中翘楚 又有着25岁的年龄限制 无疑会成为少女们心中最理想的怀春对象 要是能嫁给一名强大的魂师 绝对是名利双收的美式 哪怕是一些购买了贵宾区门票的贵族们 此时也聚集在外面 贵族对于招揽魂师 从来都是乐此不疲的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 本身就是人才的摇篮 别说是能够取得一定成绩的 就算只是参加了大赛的学员们 都是贵族家族争抢的对象